你再来看,春节期间,我国各地的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,尤其是马年饰品,更是格外抢手。 因为今年是马年,和马相关的黄金制品成为了最抢手的商品,在北京,专门销售马年金饰的柜台前,被挤得水泄不通。 我是马年,你是马年商品的低马,销售有格式的吗? 看见了,那个什么看都看不见,人太多了。 陈小姐一大早就来到商场,刚刚买到了心仪的商品。 挑给爸爸妈妈的礼物,去买个去买的什么? 满年的象座啊,就过年吧,也是让老人开心一下乐一乐。 商场工作人员介绍,目前正值春节长假期间,国内黄金商品交易所都已经停牌,黄金零售价格在去年最后一次调整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,都是每克302块钱,相对来说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。 最近几天黄金价格有所上涨,但是我们的饰品的零售价格没有调整,过节了也愿意给顾客多一些实惠,所以这个时候顾客买还是比较合适。 由于国内金价还维持在低位,投资金条销售也很不错。 现在金价比以前便宜很多了,去年都是300多块钱,现在都是200多块钱嘛,做一些投资是挺好的。 而这种热销也直接使黄金手势相关企业的生产出现了紧喷。 现在我们包装车间是非常繁忙的时候,今年我们的订单比上一年按同比大概增长39%。 中国的消费者的投资渠道相对比较少,在这种情况下呢,就更愿意把钱拿出来。 但是我觉得这种形象呢,是一种富民强股,长均一鸣,名副国财能强。 我觉得是对国家,对老百姓,对消费者都是好事。 你再来看,春节期间,我国各地的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,尤其是马年饰品,更是格外抢手。 因为今年是马年,和马相关的黄金制品成为了最抢手的商品,在北京,专门销售马年金饰的柜台前,被挤得水泄不通。 我是马呀,你是马年销售的低马,销售有合适的吗? 看见了,那个什么看都看不见,人太多了。 陈小姐一大早就来到商场,刚刚买到了心仪的商品。 挑给爸爸妈妈的礼物,去买的,去买的什么? 马年的相庄啊,就过年嘛,也是让老人开心一下,乐一乐。 商场工作人员介绍,目前正值春节长假期间,国内黄金商品交易所都已经停牌。 黄金零售价格在去年最后一次调整后,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,都是每克302块钱,相对来说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。 最近几天呢,黄金价格有所上涨,但是呢,我们的饰品的零售价格没有调整。 过节了,也愿意给顾客多一些实惠,所以这个时候顾客买还是比较合适。 由于国内金价还维持在低位,投资金条销售也很不错。 现在金价呢,比以前就是便宜很多了,去年都是300多块钱,现在都是200多块钱嘛,做一些投资是挺好的。 而这种热销,也直接使黄金手势相关企的生产出现了紧喷。 现在我们包装车间是非常繁忙的时候,今年我们的订单呢,比上一年,这个按同比呢,大概增长39%。 中国的消费者的投资渠道相对比较少。 在这种情况下呢,就更愿意把钱拿出来。 但是我觉得这种形象呢,是一种富民强武,长军一名,名副国财能强。 我觉得是对国家,对老百姓,对消费者都是好事。